内地近年经常出现低俗的玩新郎事件 民政部宣布扩大分俗改革试点名单 整致低俗分闹等不良社会风气 在婚礼里玩新郎很多时候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但在内地新郎被玩的程度一点都不简单 山东组装这个新郎星期三行礼之前 被随正内衣服拉上吊车 在半空旋转 更被亲友用高压水窗射水 刚刚落地都未站稳 又被绑在树上 再被带上绿帽扔鸡蛋 这类过火的玩新郎环节 内地称为分闹 又分闹更加曾经搞出人命 最终红事变白事 今年4月 民政部曾经以15个市区员做试点 整治分闹行为 现在再扩大试点范围 新增的全国分族改革实验区 包括河北、山西、上海、江苏等17个市区员 民政部目标是用三年时间 持续推进农村移风逆造 治理分架柳杂 天价彩礼等不良风气 民政部说第一批分族改革实验区 已经除得明显成效 包括山东严禁在婚宴中 强制新人脱衣、套锁链、捆绑 和在身上潑移物等不当行为 如果构成犯罪 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江苏、内蒙古一些地区 更要求新人签署抵制 低俗分楼的承诺书 河北就有地方提出 不收或少收礼金的新人 他们的结婚证书可获安排 又具影响力人士 或是道德无犯者斑法 湖南就要求婚宴重简 不可以延开超过30席 送菜份量亦都要控制 同时鼓励奔客 参后打爆